感謝上帝,祂有說不出的恩典 今天很高興能夠和大家一起在這裡敬拜我們上帝 大家高不高興呢? 少許吧,少許吧 難一點的,不過我知道,明白 我們培養一下感情,好嗎? 情緒我們要先回來,對吧? 我們先向上帝祈禱 主要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其實是需要滿心快樂 因為你是閱讀我們的每一個神 在我們最患難的時刻,你幫助我們 在我們心裏作爛的時候,你叫我們不要失望 多謝你一直過去的拯救 我們看到有很多宣教士 其實也都每一天在為你爭戰的時候 我們特別紀念到他們 我們將到我們下個月 下個星期的宣教月開始的時候,我們交給你 願主,你都給我們這份心 這個普世傳福音的心志 我們這樣站到教託奉主明求 今天我們有個題目,名字比較難讀 前面那三個字都可以,對吧? 日中必,有沒有人懂後面那一字? 根 這樣也錯了,你真的這麼大聲 錯那麼大聲 很少聽到錯那麼大聲 不要緊 根 不要緊,我也查過 我都不覺得是對的了,不過也算了吧 叫側我,側 日中必側 側是什麼意思呢? 他意思是說太陽去到中間 就必定向哪個方向下 西方,大家這個就對了 大聲點,像西方這個問題 這些簡單的問題 這些要答 他在說的是中年危機 他說太陽去到中間 一定會向西方下 其實我們在看聖經 看到有很多中年契機在當中 今天我們首先去看看這段經文 這段經文是一段非常寶貴的經文 在保羅在他中年的時候 應該是他遇到最大困難的時候 他在哥倫多後書寫了一段 是很激昂的這段經文 你這樣看可能你不知道 但當你讀的時候 我相信他心裡其實是很激昂的 他在想什麼呢? 為什麼他這樣呢? 我們會稍後一起去學習和探討 但在這個時候 我們一起去先讀這段經文 好嗎? 我們一起讀 一、二、三 我們有者寶貝 放在瓦氣裡 要顯明者莫大的能力 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 我們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卻不自失望 遭迫白 卻不被凋棄 打倒了 卻不自死亡 身上帶著 耶穌的死 使耶穌的生 《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歌人多》 《後書》四章七至十節 當保羅寫《歌人多》後書的時候 很多眼淚 很多眼淚 她的眼淚 真的不易流 男兒眼淚不輕流 但她有很多眼淚 其實在人生當中 是有很多危機的 包括我們偉大的仕途都有 但叫我們困惑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認同 我們的中年危機 是會很困惑的 讓人生 那甚麼導致中年危機呢 是否少壯不努力 老大逃生悲 然後我們中年就有危機呢 應該不是吧 大家少年的時候都很努力 但也有中年危機 那中年危機本身 就因為它是中年 其實沒有甚麼導致的 就是中年本身 這個就是危機了 即是這個答案 大家都說 很接受 世衛 即是聯合國的 世界衛生組織 WHO 她曾經做過一個 新的年紀劃分 標準 大家冷靜點 她說0到17歲是未成年 然後18到65歲是青少年 然後66到79是中年 80到99是老年 100以上是長壽老年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分類的時候 我和大家的感覺 我不知道當中 剛才我聽到有些人學才 對嗎 就是 嘩 竟然我也是青少年人 喂 青少年人 但你明白嗎 剛才你這麼開心 其實 是很悲哀的 即是很悲催 你明白嗎 我當我聽完的時候 哇 很高興 但是我這個青少年人 然後又看到 真是18歲 19歲的青少年人的時候 即是 即是一種很強力的對比 你明白嗎 我記得早幾個星期 我們是VBS 對吧 即是最後那一天 尤其是 最後那一天 很開心 結束了 那些青少年人 應該是差不多18歲 都18歲 他們怎樣 即是我們派了一些衣服給他們 每年的VBS 他們怎樣 他們全剪掉了 全剪掉了 全剪掉了 不是發脾氣 為甚麼 全剪掉了 全剪掉了 即是 哇 即是 你不知道他以為他有肌肉扭 很厲害 接著我這些青少年 即是我這些青少年 一看到他們這樣的時候 有一批我們這些少年人 我們都想想 喂 我們都剪了 不過這樣 我們這一種的青少年 即少年人 比較有經驗 以及理智少少 我們知道 剪完之後 很大事 甚麼事 立刻那晚雙風感冒病 兩日兩日的嘛 剪、雞、液、酒 別搞笑 這些事 即是立刻病 中年很多的情緒 在當中 這個當然後來 世衛就糾正了 其實他說 這個分類是為別的東西 不是說我們這一種 最後他覺得 都是35到65歲 如果我們不用年齡去劃分 其實這個中年危機 其實甚麼年紀都有危機 他只不過說中年危機 好像炒雜錦一樣 好像一碟 甚麼都炒出來 所有的危機 突然間在這個年齡段裏 你甚麼都會有 例如有些甚麼 雜錦炒飯有甚麼 我們下一張策略 例如工作危機 即是工作危機 即是職業的樽頸 很多時候很頹 或者叫做捲桌 開始在工作上 即是發不了力 另外婚姻危機 跟伴侶關係 平淡如水 但有很多中年 在這個性格上 他還是單身 他會長期單身 會不安 在這個中年的時候 中年危機 子女大家都明白 即是擔心他的成長問題 很多挑戰 但如果譬如 很多結婚 或者是單身的 他沒有小孩 他都會長期因為 沒有小孩 而有不安的情況 所以整個中年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不安 下有小 上有老 也都會面對 父母生離死別 那種問題 那種壓力在當中 即是這個年齡層裏面 最後呢 才剩下少許的時間 給自己 試一下 看看自己是怎樣 當然檢查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飆了 三高 甚麼都出來了 可以無分泌 開始少 等等 在中年 新層代謝 開始減慢 這代表甚麼 大家明白 即是肥 很多中年人的人生目標 都是減肥 不過很多人已經提早 無論如何都好 特別為我們 Pasar Paul 祈禱 Pasar Paul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識他 他是我們Milpeters 的一個目者 他今天都在我們英文部 那為甚麼呢 因為他 VBS那個星期 他突然間告訴我 他有這個Double Vision 就是看東西 是雙重的 不是雙重標準 是Double Vision 他說一定要這樣 才可以看到 大家是正的 這樣的時候 看到你們兩個 所以他經常這樣 跟我說話 為祈禱 他今天戴了一個Mafel眼鏡 Mafel眼鏡 真是很重的 那些弱性很重 眼鏡 現在正確了一點 但這個指標不自本 在中年這段時間 會有很多東西出現 即是多少肩 那些很厲害的 大家都明白嗎 今天也是 即是後面 那裏都是 今天有一些 不太正 有誰懂得Massage 麻煩你一會兒 在這麼多的危機當中 我們很多時候 再讀那段經文 我們會看到的 我們就是在這個 四面仇敵當中 我們在這個心裡作難的裏面 我們遭迫伯經常 遭迫伯經常 差不多被打倒想死 但是保羅今天告訴我們 他這句經文 他強調他所望見的是什麼 是下一張圖畫 下一張他所強調 他讀出來的時候 他是四面仇敵 卻不被困住 心理作難 卻不至於失望 遭迫伯 卻不被凋棄 打倒了 卻不至於死亡 這個是保羅 他在這段經文所要著重的 即使他在中年當中 其實當時 保羅實在遇到 他這個 工場侍奉生涯的 很大的危機 在這封信當中 他提出了一群人 他那群人 下一張 他說 其實你們應該稱謝我 因為我雖然算不得什麼 你們就是 哥林多教會的特殷姐妹 他說我雖然不是什麼 但是我 沒有一點比不上 那些叫什麼 他說超級使徒 因為當時 在這個哥林多教會 有一批叫超級使徒 這批超級使徒 就是在保羅建立了這個教會 他離開之後 這批超級使徒就進來了 就一直攻擊 和重傷保羅 說他沒有誠信 說他這個人很怨弱 說他沒有愛心 說他其實真的不是使徒 就是很多很多事情 讓他所帶領的特殷姐妹 開始懷疑、質疑他 一起去反抗 他四面受敵 當時保羅也好像被困 不可以馬上去到哥林多教會 解釋等等 他內心是有很多難受 當我們四面受敵的時候 我們覺得真的好像被困一樣 在聖經當中 不單止保羅也有很多中年的聖經人物 我們看到很多被困的經歷 例如我們摩西 我們常常說摩西 摩西來說 他四十歲的時候 差不多四十歲了 他做過甚麼事 他打死了一個人 他做了謀殺犯 他在埃及的新聞裏被通緝 然後他怎樣 他就坐大飛走 那個大飛也是駱駝 下一張看著他坐大飛走 走去駱駝 走去埃及的沙漠 去到抗野 第二個四十年 整個中年 他都好像困在抗野當中 他被甚麼困 被羊困 所以他整個中年 都是咩咩聲 咩咩聲 就是所有壯志的靈魂 都煙飛熄滅 完全是沒有了 只是咩咩聲 所以你看到很多中年男人 經常都咩咩咩咩咩 你要體諒一下他 我有一個朋友 我看了一個見證 在香港 他四十幾萬歲 好像我這樣 他被禁止了 他的中間管理 如果你們是視線管理 可能你會明白 接著他找工作 在香港的時候很困難 很沮喪 因為他覺得 好像在大海當中 發現找工作的時候 所有的對手 都是年輕過他的 他又去接待他 帶他到辦公室去見公 那條路 他看到所有旁邊的公司 都是八十後、九十後 都是年輕過他 他心裏有很多威脅 每次去見公室的時候 他都覺得是四面受敵 每次去到最後 就是最終回合 他最後都入不了 入不了位 他很辛苦 他覺得他自己 有一種被 被淹沒的感覺 那個感覺就是 長江後浪推前浪 大家也聽過 長江後浪推前浪 下面的那句 有否認識 這句有否認識 大聲一點 有否認識 這個 你會答得到 但很多時候 那些人會答 是 前浪死在沙灘上 長江後浪推前浪 我這些前浪 前浪被後浪推的時候 就死在沙灘上 很悲哀 他說他覺得 這句說話 經常都營繞著他的腦 他說他受不了 他極其痛苦 他說上帝我真的不行了 他初來想著 我這麼有經驗 他四十多五歲 中間管理 認識人又多 沒問題而已 不出三個月 我可以找回一份工作 甚至可能薪水多一點 但是 搞了一年多 他說他所有壯志 靈魂都沒有了 長江後浪推前浪 當他去呼求上帝的時候 他說上帝為他開爐 上帝沒有丟棄他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有一次 他真的進入了最後三格 但是他說 他說這個面試很特別 初初 他說一般面試 你去到的時候 你只是一人一人 他說這次不是 他說當中有五個人 包括他 那四個是甚麼人呢 那四個就是兩個面試 就是一個請人的 一個是高級的人 另外又有兩個 一個是80後 一個是90後 大家入圍 最後那三格的人 就完卓會議去面試 他那時候真的覺得 很大壓力 你想想你是不是 如果你去到最後一個回合 跟著你完卓會議去面試 那面試也不錯 那面試也不錯 就說吧 最後一個問題 那個 和你面試的人 他就看著他問 長江後浪推前浪之後 那句是甚麼 他那時候想回答 就是想回答 但是90後 那個人馬上說出來 前浪死在沙灘上 看著他這樣說 前浪死在沙灘上 哇 就是90後 表現了他的頭腦反應 很快 很敏銳 但是這個答案 其實是很普通的 就是在民間很普通的 另外 80後 就是覺得 他竟然回答 他也要說一下 他說 其實不是 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一波未停 一波又起 就是有些動感 但是這個 不是很合適 他說他那一刻 他不知為何 他有一份信心 他不知是從哪裡來的 他的答案 跟Eric剛才那樣很相似 他說 他突然有信心 他說 浮視新人 換救人 浮視新人換救人 他解釋了怎樣去對他 他說 長江後浪 就是浮視新人 後浪就是新人 他說那個動詞 推和換 這樣去對 最後那個名詞 淺浪 就是救人 他說 就是我 他說 但是我是一個不死的淺浪 他說他那時候 不知為何會有這樣的勇氣 去說這些 諸如此類 他能否找到工作 這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他想說的是 他那一刻 他看到上帝 將他 將他 拆開了 就是他本來覺得 他整個人被捆住 四面受敵 但是那一刻 他說上帝解放了他 讓他再一次 很自由不備這種壓力 去煎熬他自己 他很感謝上帝 我們看到其實在我們人生當中 是有很多時候 會有一種被後浪 即是這個中年 我想說 很多時候是被後浪 即是威脅那種 那種 受敵那種威脅 你心裏面很多時候都會有 即是無論你是藍藍類類 他也是 在保羅面對這班超級仕途的時候 即是這班超級仕途 都是一班的後浪 他跟他們 即不是解釋的 但他告訴他們 到底 他怎樣是一個不死的前浪 的時候 他在《國人不多》後書 三章四至五節 他這句說話 他說得摘地有聲 他跟那些超級仕途說 他說 我們在神面前藉著基督才有這人的信心 我們不敢以為自己有什麼資格做什麼 我們所能夠做的 都是出於神 聖經告訴他 我們很多時候覺得我們沒有資格 我們去到這個中年的時候 可能會受威脅 被後浪所衝擊的時候 上帝說 其實我們是沒有什麼資格的 我們是需要承認 我們需要承認 我們能夠做的 其實就是因為出於神的緣故 當你不承認的時候 你會很累 但當你承認了的時候 你所有的困索 就會解開了 我作為一個牧者 這個後浪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很希望看到更多的後浪在當中 那麼多人 就是有兩個小浪在那裡 但是 可不可以多些後浪 我跟上帝說 可不可以多些後浪 我明白的 有時候 在中年很多捆綁 很多滯爪 很多滯爪 我們覺得我們沒有資格 我們有很多包袱在當中 我們被捆住 但是今天上帝告訴你 你自己是沒有資格的 但如果是出於神的時候 你要去踏出 你要去侍奉 不一定要找什麼很偉大 去做傳道人 我聽我說 是可以的 在摩西 剛才我說回摩西 你記得摩西 頭的四十年就是 怎樣 他很能力 還堵壞了人 接著的四十年呢 接著的四十年是怎樣 是我不能力 而最後 當他說他不行的時候 他的資格是沒有的時候 但是當神能夠的時候 他最後的四十年是 神的大能彰顯 他去到同一個地方 在抗野的時候 他做什麼 他不再是咩咩聲的 他去到辦公室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是過紅海 他是吃馬拿 接著喝石頭出來的水 好像一個暑假的人 去了薪泡一樣 玩完滑滑,吃披薩 接著喝酒吧 喝酒吧 喝酒吧 更加原本 無論如何 在這個中年當中 四面受敵 是必然的事 但是你今天記得 上帝告訴你 你不必困住 你不必困住 你是沒有資格 你是不行的 中年有很多事情是搞不定的 上有腦下有小 有很多事情 哇,一掉了一裸裸 但是出於神 你是 仍然不被困住 你仍然可以為主而活 講到片段的時候 我不知道 剛才講那麼多片段 你們最喜歡去哪個片段 Discely Discely Universal Studio 還有哪個地方 你們最喜歡的片段 Legoland Legoland 不要扮演年輕 是他扮演年輕 不是 他是另一邊 他在這裡長大 人家是不一樣的 我們是玩麗園的 最好玩的是什麼 你說 過山車 有沒有搞錯 麗園過山車 我那年代都是坐一隻船 在那裡 那個船在那裡叮叮叮的 哪有過山車的 你是什麼年代的 大笨像會跳舞 最好玩的是什麼 告訴你 鬼屋 是不是 有人玩鬼屋 鬼屋進去 哇,你真的看到 好像那些X 綠色的燈 然後閃一下閃一下 其實很差 然後狗狗狗 會掉了一個人 然後 然後那些小孩 在那裡 到處叫 走來走去 但我發現一件事 在鬼屋裡 是沒有中年人的 是沒有中年人的 你有沒有發現 我和表哥 玩完之後出來 只有那個白修妃是中年人 然後我表哥問我 他父母 我叔叔 他說為什麼你不進去 中年人 他說為什麼要進去 我們的生活 比鬼屋更恐怖 原來中年人的生活 是恐怖的 鬼屋 我說真的還是假的 然後看到他肚腩 我說你跑不動 就說到時害怕 尖叫 然後走走不動 例院是我們 中年人的一些集體回憶 其實就真的好像鬼屋 心裡邊很多時候 很多威脅 做中年人 很多威脅在我們裡面 我們會作難 這裏說的作難 其實是困擾的意思 當你很多困擾的時候 你會對很多東西很失望 在這個時段 你會對你旁邊的人失望 你會對下一代失望 你會對上一代失望 你會對社會失望 總之有很多失望 這個年紀的人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都很失望 弟兄們 在這個中年的時候 是不容易的 有一個弟兄跟我說 他說 他說 我真的心裡很作難 我說 為什麼 他說 他說 因為我 更年期 我說 什麼 什麼 更年期 牧師 我說 我家裡不用這麼大聲 OK 男性更年期 OK 我說 更年期不是給女人的 上帝的創造 不是更年期 只是給女人的一個專利 男人都可以幼 我說 是嗎 就是更年期 我說 不過我看不出 然後我說 什麼都可以看得出 什麼 鑿著額頭 是更年期的 大家都知道 這裡是說的 男人 失眠 情緒 起腦無常 肥胖 脫頭髮 性衝動減少等等 這些都是男性的 一些更年期 一些危機當中的症狀 跟女性有什麼分別呢 跟女性的更年期有什麼分別呢 女性也是這樣 生理上 當然生理上就是 男性的激素開始少了 女性的激素開始也是少了 但是最大的分別 就是她們表現的形式 是有些不同的 女性那種 我們叫做什麼 跳蚵式 男的那種就叫做下部式 明白什麼意思嗎 女性的更年期 可以是很快的 即是快到超快的那些 五年就可以搞定了 很快的那些 五年搞定 但是男性那些 是很長的 最長的 基本上可以成十五年 才可以完成整個更年期 所以跳蚵式的時候 怎樣 女性一跳蚵式的時候 怎樣 尖叫的 就是整個更年期 你會看到她們在那裡 叫鬼叫的 在那裡叫啊 小孩子啊 小孩子啊 老公啊 啊 男性的更年期 因為她是長的 她下球式 經常都 下球了 小心了 下兩格 上一格 先想清楚 那些東西 不要住 激死老婆 你怎樣 你是不是 不是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老公 如果經常見到她在那裡 怎樣 她還在那裡下球 你冷靜一點 行不行 明白嗎 最記得我那時候 讀中學 即是初中 跟同學 放學 她媽媽來接她 帶上她的哥 無緣無故不知道 甚麼事 不斷罵 一看她就知道她是更年期 然後不斷罵她的哥 我一開始罵她的哥 很喜歡罵那句 你看看你 沒有鬼用 生個叉燒也生你 那我的同學 我同學 立刻說 阿哥被人罵 當然是走出來 希望 博讚 媽媽不用擔心 你說我怎樣 她說你呀 整個飯 經常都 然後我的同學 青春期 她媽媽今年期 她青春期 她是博她 她怎樣博她 媽媽這麼好 一碟叉燒飯 你吃飽一點 嘩 她媽媽那時候 又想尖叫我 看到她的樣子 但又欲哭無慮 嘩 真是青春期 意想更年期 大家都知道那種火花是怎樣 怎樣 怎樣都好 這個更年期 也是很多 在這段時候 中年一個 心裡作爛的情況 在這段時候 不單止會失望 你的眼淚 是不斷地流 真的不斷地流 在寶羅寫給 歌人多後書 寫給教會的時候 在第二章的時候 她說 我先前心裡難過痛苦 多多地流淚 寫信給你們 不是叫你們憂愁 乃是叫你們知道 我格外 藤愛你們 寶羅心裡作爛難過 是因為她以父親 以母親的心情 去看待 歌人多 弟兄姐妹 每一個 她不是因為被質疑 所以她難過 那麼簡單 她是因為 她們所愛的人 受騙 當你流淚 你心裡作爛為你所愛的人 你就會流淚 你會流很多眼淚 在中年的時候 剛才那個弟兄 跟我說完 她說她在更年期之後 她都告訴我 她經常都在哭 是呀 男兒眼淚不輕痰 但只是未到傷心處 當你去到傷心處 你就會流眼淚 那個弟兄問我 你知不知眼淚是甚麼味道 眼淚是甚麼味道 哭 她告訴我 是苦的 她說是苦的 她說眼淚又咸又苦 為甚麼呢 她說 她經常都懷疑 她懷疑她人生 她懷疑她兒子 她懷疑她兒子經常打手機 她說當她離開她兒子 她兒子拿著手機的時候 她就覺得 她兒子正在玩手機 當她回去見到她兒子拿著手機的時候 她就說她經常在打手機 當她離開她兒子沒有拿著手機 但她回去接她的時候 她拿著手機 她就說 當然是她離開了之後 她拿著手機 玩玩到最後 拿著手機 所以 如果她離開她兒子 她兒子沒有拿手機 接她兒子又沒有拿手機的時候 她就說 當然是她離開了之後 她兒子拿著手機出來玩 玩到整天 不知道怎樣 然後看到她接她的時候 她就收回手機 她經常在懷疑她兒子 她說她經常都哭 她很想回去 探望她爸爸 照顧她爸爸 她爸爸在香港 但她爸爸不用了 你不用回來 太多過去關係上的傷害 相同 不想見到她 怕回來被你擊死我 中年人下有小 上有大 但是 當你在這個年紀 跟別人的關係不好的時候 很麻煩 少年的時候 我們分手逆事朋友 中年人 分手 離婚等等 很麻煩 不只是程序 是你的內心很難去搞很多事情 寶萊都在這個時候 她跟那麼多教會的弟兄姊妹的關係很差 她跟那些使徒 整天都會仇敵一樣 她要去處理這件事 她哭了很多次 在第二章 她剛才說完這句詞話 她說 如果有人使人憂愁 她不是使我憂愁 而是使你們眾人有一點憂愁 這樣的人受了很多人的責備 夠了 倒不如 開始她不斷地說這句詞 在這裡說這句詞 遙恕她 安慰她 免得她因為憂愁過度受不了 你們遙恕誰我也遙恕誰 我所遙恕的 是為了你們在基督面前遙恕的 免得 撒但有機可成 因為我們並不是不知道 不曉得她的詭計 使徒寶羅為她所愛的人傷心流淚 但是她沒有失望 她沒有埋怨 她沒有說離開了你們算 她沒有說分手 因為她選擇 她的選擇是原諒 她選擇的是遙恕在當中 中年的時候跟別人關係不好 其實你沒有什麼方法 你唯有就像保羅今天說 你只要她要輸 以至你心裡作爛的時候 你就不至於失望 你仍然可以靠著耶穌基督 給你無比的盼望 繼續向前走 雖然你的心裡仍然是作爛 但你仍然是可以走下去 說到遭迫伯不被丟棄 第三句的說話劇 所以剛才那個很激昂的經文 他每次寫的時候 他不是寫詩的 他寫著一些他實際遇到的情況 那些危機當中 適逢他是中列 遭迫伯卻不被丟棄 人生當中我們知道起起落落 有幸福有迫伯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遭遭迫伯 我們覺得回不了身 保羅是否回不了身呢 他有沒有被丟棄呢 在第十一章他這樣說 他說我被猶太人打過五次 四十次減一下 即是被棍打過三次 被石頭打過一次 三次移到水爛等等 一直去說 有很多危機在他的心情當中 江河危機、強盜危機、同族危機 外族危機、成宗危機、抗野危機等等 他去到講到假帝興的危機 這個也是他講出來的最大迫伯的事情 在這個事情 他覺得被教會凋棄了 他是遭迫伯被凋棄 很多時候都是皮肉之苦 但他講到假帝興的危機的時候 他內心是被凋棄的 很慘 我認識了一個從國內來的神學生 他來到的時候讀神學 其實他年紀比較大 中年 經常的中年 他放棄了在國內一切的生活 來到 即不是因為共產黨 他是想著讀神學 畢業 找到工場 感謝神 有個老牧師帶他去建堂 一直去培育他 那個教會成立之後 也在國區 有很多學者 即是講國語的人 都來到 不是很大的教會 但是 是一個很好的國人體 但是一直走下去的時候 他發現這個老牧師 開始有很多數目 很不清楚 當他越來越走進教會的核心 他要舉手 他要很多事情通過 要否去分 的時候 牧師就經常都要拉攏他 但是他發現裡面有很多 資金轉帳 調動 是很不清晰 他很不平安 他說不要再叫我去 即是我不想再干涉這些事 我不想再涉及這些事情 到了一個地步 那個老牧者 開始說他迫伯他 中傷他 在弟兄姊妹面前 跳撥離間等等 去到最激烈的一個地步 就是當他去 最終那天 基本上是 他講道 那個老牧師 好像有一天一樣 突然講道的時候 他走進來 今天我們要停止 他就跟他的執事 和一班人 在賽當中 他說今天我們要停止 我們不能敬拜 弟兄姊妹 我們現在停止敬拜 你肯不肯 走吧 當時的弟兄姊妹不肯 就跟那一班 即是老牧師帶來的人 起衝突 打成一片 真的打成一片 那時候 在那一刻 他覺得 他很傷 為甚麼 魯牧師 為甚麼 這個教會 要逼迫他 去到這個地步 他覺得他 很被丟棄的感覺 完了這件事 他一路 整個人很崩潰 很沮喪 你可能要處在他的身 在那一段新情況 才可以明白 那種 那種 黑暗 即是前途一片黑暗 他還在幫他 處理身份 但是那個老牧師 一直在拖他 拖他 當他跟我回去的時候 他說 上帝沒有丟棄他 他說之前 我說 那你願不願意繼續做 還是想要回到國家 他說他會繼續做 他說 因為上帝沒有丟棄他 他說 你怎麼沒有丟棄他 他說 當他把這件事 在他那一區的旁邊 不知如何 認識了一個美國教會的牧者 那個牧者 他說 上帝就透過牧者 沒有丟棄他 甚麼意思 那個牧者 聯絡其他牧者 為他發聲 跟那個老牧師 一起去教攝等等 甚至 教他如何 在身份上 繼續去延續 在那件事當中 他說 原來上帝沒有丟棄過他 所以他仍然跟我說 他會繼續 我覺得他很了不起 就是 大家明白嗎 你被人這樣去搞的時候 怎麼辦 走 一拍兩散 不需要這樣 但他就是因為上帝的緣故 他遭迫白 但是 不至於 不至於被丟棄 他這個感覺是很難 寶羅剛才說了很多被打 即是剛才這段說話 寶羅說了 他也沒有被丟棄 你知道嗎 十二章 是那麽多後書 即是最高境界 那個境界是甚麼境界 有沒有記得十二章說甚麼 上帝帶他去到三重天 你記得嗎 就是帶寶羅上去這個三重天 三重天 在猶太人的觀念 是上帝的寶座 即是上帝的家 即是說 上帝沒有丟棄我 我被迫白這麽多次 上帝帶我回家 不是永遠那一場 即是被他見到那種意象 他便知道上帝沒有丟棄過去 而當後期 你又看到經文一直說 後來 撒旦又做了一條刺 他求上帝三次 即是不離開等等 上帝也沒有丟棄他 上帝跟他說甚麼 他說我的恩典是夠利用 因為我的能力 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等於是遭迫白 你會被丟棄 在你的年齡層 你會發覺很多時候 會被丟棄 但是保羅沒有垂頭喪氣 因為上帝沒有丟棄 今天你何時軟弱 保羅告訴他 你何時就說他 上帝沒有丟棄過你 上帝沒有丟棄過你 最後 保羅說被打倒了 這次死了 但是不至於死亡 感謝上帝 最近也聽到 有些年紀較大 但跌倒了也沒甚麼事 感謝主 這裏打倒跌倒 是否即是身體 這裏也不一定是 這裏是一種打擊 你受到打擊的時候 都會說死了死了死了 不知道怎樣 會不會 最近我也有兩次被打擊的經驗 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一個星期二的早上 我去到一間超級市場 我去到給錢的時候 我戴著口罩 都是很正常的人 他跟我說句話 今天星期二有長者優惠 你只要給我一張ID卡 我就可以了 他說完這句話 我突然間 停頓了 我停頓了 世界都停頓了 三秒 然後他說 ID 我當然是不懂得反應 但我不是聽不到 我跟他說 你不要騙我 哪有優惠 然後馬上收了錢就離開 那次很大的打擊 我說過星期二 不再去那間超級市場 我說我發誓 我說不在一生 十二年前亂發誓 不要騙我 然後第二次 我都不去那間 我跟師母去另一間 晚上 去到的時候 輸送帶 那些東西來到 我就有個袋 放東西 那個售貨員 看著我 跟師母說 看著我 跟師母說 Is he your dad? Is he your dad? 真是火到你 然後 我很機警 我記得 我覺得自己很機警 我看著他 No, no, no I'm his granddad 嘩 那個時候 完全 那個時間 又是停頓了 差不多十秒 我才可以反應到這件事 被打到 不止一次 兩次的時候 你會怎樣 想死 不知死亡 會不會 我以前都很怕死 其實 我不知道你怕不怕 其實我小時候是不怕的 我後來長大了 我很怕死 小時候 為什麼不怕死 小時候很簡單 覺得死亡 沒有什麼概念 小時候死亡的概念是甚麼呢 我經常聽到鄰居的夫婦 那個女兒 會告訴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 經常坐在那裡 那個女兒會告訴他們 那麼多人死 不見你死 然後那個男人 就會出去逛街 走街後回來之後 那個女人就會說 你死去哪裡了 對吧 你死回來了 死的概念就是甚麼 就是逛街而已 出去逛街 小時候沒有什麼 後來大的時候 覺得已經不對勁了 很害怕 我記得我差不多 中學畢業之後 沒來就有個中學同學 因為電單車這樣 飛了出去 然後就橫屍街頭 對死亡有很大的威脅 後來信了耶穌之後 就感謝主 對死亡這件事 開始慢慢認識 接著一直到現在 被打倒了 我知道不至於死亡 今天你被打倒了 你要知道你不至於死亡 這說法當然不是一個身體 大家都會身體死亡 但是這個死亡是你的心 你不會死 你的心仍然是可以活著 就是這樣 在《波羅歌林多後書》 其實有很多金句 這一節的經文 我覺得都是給大家一句 很更新的經文 我們一起讀這節聖經 好嗎? 一二三 所以我們並不喪膽 我們外面的人雖然漸漸扭懷 但裡面的人卻日日更新 因為我們最短暫 最輕的苦楚患難 是要我們承受極大無比永遠的榮耀 我想你記住的 是那六個字 極大無比永遠 是極大無比永遠的 弟兄姊妹 不至於死亡 因為你所前面看著的是 是極大無比永遠的榮耀 我們一起祈禱 親愛主我們感謝你 在我們人生當中 我們難免真的受到很多挫敗 驚途蟹囊 無論是中年老年 什麼年紀主 我們都會受到威脅 但是今天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今天 教導我們可以宣告 教導我們四面受敵 祂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祂不至失望 遭逼伯 不至丟棄 打倒了祂不至死亡 所以我們感謝你 你不是要我們變成超人 但是上帝 我們知道在我們軟弱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趕強 我們這樣祈禱交託 奉主的生命求阿們